死字可以有一万种写法 这是这座监狱教会犯人的 这里犯人入狱时必须吞下一种仪器 他既能让人疼死也能把人炸死 牢房看似没大门 其实不舍激光防线 谁睡觉要是滚到外边 那就再不用醒了 类似的还有半机械怪物 能把犯人射死 一望无际的沙漠能把犯人渴死 谁用谁迷糊的意识剥夺术术 能把犯人变成行尸走肉 假如真的被扔到了这儿 怎么才能不死呢 嗨大家好我是科幻民布马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 怀旧电影《魔鬼武器》 这个片名执意过来是要塞 要塞是这座监狱的名字 而全篇讲的就是越狱的故事 在遥远的未来 人类只能生一个孩子 多生会被抓 约翰和老婆生过一个 但不幸夭折 他们刚怀上第二个 这就违法了 当罪行暴露时 约翰选择掩护老婆逃走 自己则被抓进这座要塞监狱 监狱坐落在沙漠的最深处 要先坐球车进去 犯人在车上纷纷议论 有人说要塞属于一家监狱公司 犯人都是公司的财产 没有人权 有人说要塞有33层 但他自己也不信 眼前根本没有那么高的楼啊 其实要塞是地下33层 球车入狱 所有犯人被强制吞下一种金属球 这东西叫提醒仪 既能让犯人疼 也能让犯人死 既能自动触发 也能遥控触发 有个犯人有幽臂恐惧症 刚入狱就歇斯底里 提醒仪用疼痛警告他 他又疼得爬到了禁区 提醒仪就自动把他扎死 这下其他犯人大惊失色 都老实了 约翰随定梯降到地下 每层牢房人满为患 他也要跟好多人挤一个房间 监狱倒不怕他们越狱 因为那门前有激光防线 不慎碰到也够吃一壶的了 监狱有两个管理者 表面上的管理者是狱长 但其实呢 他就是给监狱公司打工的 公司还安插了一个AI 他的权限更大 每层牢房都有一台梦境扫描装置 狱长能够用他监视所有犯人做的梦 许多犯人还因此锻炼出了 睡觉不做梦的能力 不过约翰毕竟是新人嘛 因为当晚还是梦到了跟老婆孕育 狱长看得心痒痒 渐渐解锁了曹操的爱好 一脚醒来做牛做马 约翰刚醒就得去搬砖 他有个狱友是小鲜肉 鲜男可口 狱爸最好这口正在飞里 约翰路见不平一声后 但是呢又打不过狱爸 本来一顿走 还好提醒仪发过了作用 他们三人同时剧痛 都被关进禁闭室 这有三道蓝色激光 一旦碰到不堪设想 你可能觉得这不算什么 但是呢他们只能站着 时间一长 摇摇晃晃 马上就要崩溃 狱长倒也不是惩罚他们仨 只是想让他们逛出 谁先动手 让那个人受刑 另外两个人解脱 很明显嘛是狱爸先动的手 但小鲜肉受他威胁 不敢公认 想继续坚持 引力又到了极限 约翰看出他的难处 主动拿下罪责 去挨御长惩罚 约翰以前是个上尉 就算面对御长 有人一身傲骨 御长微微一笑 这位丈夫 你也不想失去夫人吧 他打开女牢房监控 约翰这才意识到 老婆原来没能逃走 也被关在这个监狱里 他的胎儿倒还在 但生死被御长拿捏着 御长说完触发提醒医 把夫妻俩同时疼到 这是他给约翰上的第一堂课 约翰先想 再这样下去 老婆孩子迟早要出事 案子寻思越狱 但御霸突然一脚 打断了他思路 这御霸还记着昨天的仇呢 哎 检测到都 又要出发提醒医 但御长表示 先不急 两人打到一处伸缩桥上 御长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又把桥收回去 眼看他俩要掉下去了 约翰使一股巧劲 把御霸打到桥边 这正是御长想要的 他命令约翰杀了御霸 就当替自己行行了 但约翰良心过不去 又把御霸拉了上来 犯人们很兴奋 狂呼约翰名字 御长无奈停止收桥 但他必须杀鸡敬猴 于是他用一门中子炮 给御霸开讨破肚 让他死得不能再死 约翰正好捡到 御霸体内的提醒医 把这个好东西藏在身上 当然啦 这次斗殴 约翰也有责任 所以御长把他挂在 一个旋转洗脑仪上 一转就是整整三天 这脑匠都给嚼怨糊了 约翰失去意识 痛苦不堪 御长呢 又跟约翰老婆说 不然你也不想 让丈夫受这种折磨吧 那看电影 多的网友都能猜出来 他是在跟约翰老婆提交意 条件呢 就是要约翰老婆 做他老婆 约翰老婆当然不乐意 但看着约翰 生不如死的样子 不得不同意 约翰被送回牢房时 已经被洗脑三天 思维彻底崩溃 就是一个行尸走肉 育友们不得不伺候他的生活 而他老婆 也不得不伺候育长生活 四个月就这样过去 老婆发现一个怪事 育长从来不跟自己 为爱股掌 有天深夜还往身上插管子 狱长被他的尖叫声唤醒 淡定说 自己是监狱公司的新型人类 不吃不睡 每个月吸收一次氨基酸就行 老婆马上猜出来 这项改造 也让狱长失去了生殖能力 怪不得他不碰自己呢 狱长当场承认 他也不觉得丢人 精神恋爱就很高级嘛 由于身体改造的原因 狱长从来没喝过酒 老婆故意酝酿气愤 验他喝酒 不然他才几口就烂醉如泥 老婆趁机启动 梦境扫描仪对准约翰 这里呢要说明一下 这个仪器不光能读取梦境 还能和梦境中的人说话 此时梦中的约翰若小无助 但听到他的呼唤之后 振作了起来 等他醒过来时 神志已经恢复正常 而狱长也没有发现 老婆的小动作 此次行动近乎完美 唯一不完美的是 约翰一醒来就被狱友告知 你老婆搬到狱长室去了 现在是他老婆 所以你才没死 约翰大怒加快了狱狱计划 他这么一条头 整个牢房的室友都加入进来 其中有位老狱友 蹲了40年牢 深得狱长信任 地位约等狱长仆人 可以出入狱长室 他跟约翰老婆理应外合 偷来一个高科技晶体 普通人根本看不懂这是啥 但是呢 有个眼镜狱友是玩高科技犯罪的 他知道这是全息镜头 只要用激光射它 就能显示出全息图像 正好牢房就有激光防线 眼镜狱友摘下眼镜 把激光射到晶体上 成功了 这是监狱的三维图纸 约翰抽丝搏剪 发现可以从热气管道逃出去 但现在还不能越狱 毕竟他们体内还有提醒仪呢 那之前说过 约翰偷偷捡到了 浴霸体内的提醒仪 他把这个仪器给眼镜狱友一研究 又研究出了门道 他们发现提醒仪的本质 是一种磁性炸弹 那既然有磁性 两个提醒仪就能互相吸引 所以把一个放在体外 就能吸住体内的另一个 把它引导出来 有个莽夫狱友最投体 愿意第一个是 大家通过磁吸 发现他的提醒仪在肠道里 通过逐步引导 又给拉到胃里 他疼得满头冷汗 可提醒仪在通过嗓子时 竟然卡住了 大家又用出海姆利克急救法 终于让他吐出来 看到这里我灵光一闪 你说让铁球从上边出来的话 有窒息的风险 那如果往下的话 是不是更安全呢 不过其他人还是坚持从上边来 他们挨个排除提醒仪 离越狱只剩一步 你们看到这儿可能有想法了 你说他们大摇大摆越狱 那监狱的高科技就发现不了吗 答案是还真发现了 AI偷偷观察监狱 发现约翰老婆在和犯人们串通 但是AI第一时间并没有去管犯人 而是以独职为由 解除预长之物 自己管理监狱 他要是能管好吧也行 但一点也不智能 这会儿约翰一伙就把提醒仪 装在热气管道上 自己在假装打架 AI识别到打架 自动启动提醒仪 这些仪器就产生连锁爆炸 炸开了出逃道路 一看还是得自己来呀 于是手动释放热气 堵住热气管的出入口 约翰一伙进退不得 刚才的莽夫御友又忙一波 要从爆炸口出去 不料中机枪把它射成了筛子 原来监狱的机械战警也出动了 他的机枪技能扫射又能喷火 对于约翰的位置连续开火 但是把他没想到 约翰早已带人绕后 打出一串暴击 等他们停手的时候 机械战警的头盔被打烂 御友们都被他的仇给震撼到了 这个家伙是个改造人 被挖空一半大脑患上信号接收装置 因此全程受AI遥控 他的五官被拆除了70% 眼睛是瞄镜 胳膊是机枪 血液也是机液 总之就是个变态的战争兵器 约翰骂了几声 拆下敌人中机枪 轮到他们输出了 那个机械战警应该是 攻大于防的底星 约翰用他们枪打他们盔甲 一扫一片 监狱的中子炮很强 但跟AI一样交化 他需要预秒很久 犯人可以躲过去 但是又无法锁定移动目标 所以犯人们甚至不用打 用走位秀晕他就行 又一批机械战警追来 约翰正好把中子炮当成掩体 走清敌人 这还没完呢 中子炮本身是装在一个升降轨道上 输出完自动上升 约翰一伙又把他当电梯座 其他犯人看他们软软生气 都欢呼喝彩 弄得他们怪不好意思嘞 中子炮一路升到最高层 也就是御掌室这一层 约翰破门而入 劫持御掌 队友们在他身旁发现了一具尸体 之前说有个御有身的御掌信任 理应外合传递情报嘛 这阵他已经暴露身份 被御掌杀了 约翰第一时间想到老婆 他不会也被杀了吧 暂时还没有 但是他已经临盆 被送进分娩室 这个世界有个法规 产妇生二胎 那就必须孩子活 产妇死 所以老婆也快死了 对此 御掌也有点慌 毕竟约翰老婆也是他老婆 舍不得 他请求AI停止分娩 但AI拒绝了 理由是监狱公司有规定 不跟人质进行谈判 现在御掌就是人质嘛 约翰呢 只好又让御掌带路救老婆 不料刚出门 AI拒绝子炮扎烂御掌 理由是 御掌对监狱构成了威胁 约翰一伙 万万想不到还有这种操作 傻眼了好一阵 他们回身想想 这也不是啥好事 绝子炮守住大门 让他们出不了御掌室 新一批机械战警 马上又要来 根本打不完 接着眼镜欲有 灵机一动 AI主机不就在预长室吗 我们把主机弄坏就赢了 他不愧是技术流 现场写入一个病毒 准备运行 但机械战警突然赶来 把他打成马蜂窝 约翰反杀着波敌人 把眼镜欲有搀扶起来 他用最后力气 按下回车 成功运行病毒 终于死得名物 不过话说 按回车这种活儿 好像没他也行啊 这串病毒运行后 AI暂时瘫痪 机械战警死机 整个监狱系统停摆 老婆的分娩也因此中断 约翰成功给他救走 他们出来时 激光防线已经失效 犯人们吼作一团 同时暴乱 不少人死亡人 约翰没跟他们一起闹 只是抢走一辆卡车跑路 这时他的工具人队友 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老婆和那个小鲜肉鱼 他们卡着门闯出去 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自由了 卡车经过几小时急迟 闯出监狱边境 正好老婆要生了 大家就找个破幕房子 生完再走 但他们真没想到 AI的瘫痪只是暂时的 他恢复正常之后 远程遥控这辆卡车 要把主角们都创死 小鲜肉大喊发出警告 自己却被压在车底 约翰是个猛男 一手抱老婆闪避 一手用机枪打卡车 一轮子弹打不坏 还有放下老婆追着卡车打 这回卡车终于被打爆 可他竟然冲向了老婆 爆炸冲天 整座破幕只剩残杂 约翰以为老婆遇难 却听见废墟传来了婴儿的哭声 原来他老婆也是猛女 一边闪避卡车 一边生下孩子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双血灵们吧 他们既赢得自由 又给孩子带了新生 只可惜了那个小鲜肉 我特意观察一下 他再也没从车底爬出来 看来工具人小组 真的一个也没生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QuantFans 我们下期再见